孟廷里1966年出生于台湾,因为家庭贫困,孟廷里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挣钱贴补家用,为尽早赚钱养家,她选择了护士专业,因为这个专业学费少还分配工作,但是毕业之后她挣的钱根本不够家里开销,于是她便选择了更赚钱的行业,因为长相交好身材出众,她做了广告模特,到了24岁的时候,孟廷里被导演看中,出演了中华景花, 凭借这部作品孟廷里正式出道,在之后转战电视圈,1993年她曾搭档赵亚之出演聂海花,但是因为在剧中只是个小配角,几乎没有人注意过她,之后也是接了各种小配角,而孟廷里也是一直不温不火,直到1995年,孟廷里接拍了《相帅传奇》,与郑少秋打戏,在剧中她扮演了爵士痴情的女子练腻伤,凭借这个角色孟廷里一夜成名, 从而受到了更多观众的喜爱,年轻时,凭借多部影视剧《吸金无数》的孟廷里,坐拥百万的豪宅出行豪车,这是一辆价值80多万的豪车奔驰埃斯吉,日常出行的豪车是一辆价值128万的保时捷911,拍戏时的座驾是一辆价值84万的豪车丰田阿尔法商务车, 这样一位人舞演技精湛的演员孟廷里,最终在拍摄16年的《家有美灵》时突然倒地休克,一度停止呼吸和心跳。 年仅50岁,孟廷里拼命拍了25年的戏,最终所有的钱都被家里人拿走了,死后的她没有一点积蓄。